就是就是觉得 哎 担心都是多余的 其实主要是我自己想的少 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想象 赵薇在那个时期 有人说是属于不叫自闭 就是比较 就特别孤独一个人的上海 有过那一段时间吧 有有有 我过生日的时候 自己趴在被子里哭 然后其实为了 其实引起大家注意那样的 那赵薇 赵薇你哭什么哭 一定是我生日 这招真好 我真干了这件事 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难受这样的 因为第一次离开家嘛 然后也没人提 以前还为生日蛋糕的大小 批评过我爸很多次 这次别说说蛋糕了 就是根本没人理你 都去干嘛干 我就在床上哭 直到哭到所有人都注意我了 然后给我买蛋糕 给我过生日 第二年那就不用再哭了吧 第二年就毕业了这样的 嗯嗯 我觉得还有一点 可能那个时候 应该是十五六岁 十七八岁 那个时候 可能就是慢慢对社会 开始特别敏感 然后又在那样一个 都是学表演的女孩当中 会不会有那种比较 就觉得内心总会有点点 呃 不是特别的自信 会经过那样一段时间吗 不会自信 肯定会有的 因为你毕竟是 换了一个环境嘛 嗯 而且周围的同学 我现在想想他们当时 现在也都是联络的 也是比较好的朋友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好自信 嗯 我让他们好开心啊 非常开心 但我觉得我开心 好像从我离开家那一刻 我就变少了这样子 为什么呢 你有什么不开心 你有什么不自信 大家都差不多小孩吗 因为我没看到 没有看到让我有觉得可以高兴的东西吧 这样子的 嗯 比如说我们不高兴不自信 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够漂亮 不像他们那么有有有才华 你 因为什么 我现在想一想吧 因为当时那个学校 他还不是大学 现在已经变成大专了 这样的 我觉得还是你在读一个书 但是一个不那么有安全感 就就像我后来去去 拍了一年戏 我还回去考大学一样 因为骨子里吧 还是受家里人影响太重 嗯 骨子里还是对一些非常传统的东西 觉得是必不可虚的 嗯 就像现在到现在 我还会去考研究生 我觉得是一种 一种一种 已经从小灌输在你 你脑海里面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不考大学 我就没有安全感 然后会这样 嗯 那个时候你在上海的时候 呃 你现在胖吗 胖吗胖 因为我几乎每个女孩 都会经历过一个特别胖的时期 哎呀 可是 可是做演员 那就得又得瘦 可是小孩就经过会有一个那样婴儿肥的那时期 但因为你只能演小孩 我看我那张脸 我也觉得 也确实没有什么 别的那种那种那种意象那样的 嗯 然后我就去考大学去了 赵薇的第一部戏 赵薇的第一部戏叫什么 哎呀好胖哦 第一部电影可能叫女儿股吧 好肥哦 哦 我觉得这个电影我们想看过 我都没看 那个姐姐妹妹什么的演一个农村打工女孩 那个我倒看过在电视上 是吗 但电影我没有看到过 哎呀别碰了 太肥了 从来不会有人将这部影片中的女主角与赵薇的形象联系起来 当时赵薇还不到二十岁 刚刚学了一年的表演课程 而这位女主角已经三十多岁 并且结了婚 还因为生活所迫走上了犯罪道路 电影女儿股是赵薇从上海泄进恒通艺术学校毕业时的毕业作品 也是赵薇正式的电影处女作 这一次的锻炼让赵薇初步显现出了一个演员把握反差角色的能力 哎呀 哎呀 看了自己一样的突然觉得成名其实挺不容易的 你说你以前要做的事情 嗯 如果你看这种很胖啊什么的 哎没办法你已经做过了 大家都会看到都会知道 想藏都藏不住 电视电影不就是这样吗 对啊 但你得用发展的眼光看 那个时候人看这个就觉得挺好的 能把这个背景板给换了吗 好把他把这个背景板给换掉 好了没有了 太好了 没有了 每个人看自己以前都觉得很恐怖 但别人看就不一样了 嗯 你问他们你们觉得恐怖吗 对我刚才看那个画魂我觉得非常可爱 我得重申一下啊 这这可不是我 那个是全是师范学校的女同学去的啊 我们那时候全是你 那其中有一个是你啊 我知道我就说我们是学校老师组织我们去的啊 不是我自己对于文艺或电影的爱好 自己去奔到剧组里去那个 是我们整个班 整个学校 学生 全部都拉到那去 不知道演什么 就是了 那也得挑一下比较合适的 因为你们孩子主要的 还有镜头挺多的 我觉得 对对对对 挑了一下 反正也不知道演什么 就让你跪着 就跪着 然后我觉得你的这个表情还挺有戏的 好像在内心有很多潜台词的感觉 什么也没有 然后连开机都不知道 就这么一顿不敢动 可以起来了 我起来了 好圈的 是的 我觉得好像你内心还在想我此时此刻的表情 那样什么样 而且那时候 他们也不敢告诉我们演什么 因为小嘛 就像小孩 其实我们在演那种以前旧社会的妓女 嗯 那根要跟这帮小孩说 可能家长都不愿意了 那么孩子面上吃饭呢 给拉到 对对对 所以也不知道自己演什么 也他也不太告诉你 就是反正 书图无法画好 跪哪 跪哪 可以走了 吃饭去吧 吃饭去 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兴奋吗 第一次演戏 没什么感觉 觉得好玩 热闹 有那么多人在一块 天天的 觉得人多 嗯 那时候你知道巩俐是谁吗 但是巩俐已经挺有名的了 知道知道知道 跟大演员在一块演戏兴奋吗 应该算是 应该算是 见到他 应该算是兴奋的吧 你不可能麻木的吧 毕竟那个电影里的人 在你旁边对吧 挺高兴的 你找他签过字什么 要过合影什么的吗 嗯 应该有吧 我想 对 嗯 我相信我肯定有 因为那时候你应该也是一个那个追星的那个年龄 小孩吗 那个都还好 没有没有那个环境和氛围 在在我读书的那个时候 嗯 第一次 这这第一次出镜哈 等于 呃 应该是吧 骗酬是多少 哇 这个问题把我难倒了 有五十块吗 我连 我想想看 呃 不会再多了吧 我想 嗯 应该有的 每天还有几十块钱 好像 呦 那挺好的了 太好了 你拿来干嘛 对啊 学生 对 你想学生一天赚几十块钱 那还得了 那时候我们在师范学校 呃 也就国家了 一个月给我三十块钱吧 国家还给你钱呢 那时候 我们师范学校嘛 对对 是公办的嘛 对对对 我一个月有三十块钱 零花钱吧 然后去拍戏 一天好像有几十块呢 那钱干嘛用了 还记得吗 嗨 买凳吃了 哈哈 全买吃的了 我猜也是吗 虽然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对对对 这个时候觉得演戏是一件 有意思的事 还是我将来应该追求的 一个事业的目标 是什么 对你来说 呃 我觉得可能 唯一的帮助就是 呃 看到这报纸去学这个 你心里有底 呃 就不会把想成一个 非常非常 就是哎 就这么回事 对不对 那去学那个嘛 嗯 能够离开家 有点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样 嗯 我进大学以后 我一定要做一个纯洁的孩子 然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誓言 我真是这么想 太愚 不想愚蠢 太幼稚了 我说 我进大学以后 我再也不撒谎了 哈哈哈哈 真的 我就想 我再也不撒谎了 然后 早上上课 迟到了 老师就问我 教会你为什么迟到 我跟你说 我哎呀 拉肚子了 我一要是忘了 很多理由 我老师又在等汉堡包 然后他在那 微波罗里 老师不熟 我等他熟了 拿出来到教室 我就迟到了 大概 多少时间 你是什么颁奖 学习委员 哎呦 这种事情 我们老师拿来给我呀 哈哈哈哈 我们老师只是到那种 呃 就是学 学生 我